大家好 港珠在這集的短片想和大家談談一個即將會在英國發生 應該正式來說是英格蘭和北愛會發生 而且和各位BNO身份持有人 都有關係一件事就是地方選舉 今次地方選舉會在2023年5月4日 星期四舉行 英格蘭有230個 一個地方的議會即是Councils會選出他們的Councils 而剛才所說的北愛日期就會遲少少 去到5月18日 在11個Council總共會選出462個議席 這些就是今次可能大家有關 因為各位作為BNO 其實是有權在英國投票的 大家是有這個選舉權的 可以大家好好利用 可以自由地行使這個選舉的權利 不是說去投票 經過篩選 當然大家應該好好值得 就是去善用這個權利 大家會問為何會有權呢 一會兒會講講 為何大家可以有權投票 也要提一提大家 今次選舉的規則有少少不同了 以往是不需要去帶一些身份證明文件 今次是要的 詳情都會跟大家談談的 最後乘機跟大家講少少英國政治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英國的政治 主要都是給兩個大黨去壟斷 一個就是保守黨 一個就是工黨 但是近年 也有些人覺得這個自民黨 有少少有機會好像取代 因為這個越來越多保守黨的議席 很多保書裏面都搶到保守黨的議席 那麼究竟這幾個黨 他們的主張有什麼不同呢 是不是都是 大家輪著各坐一會 實際上都差不多的呢 即是誰做莊都沒有分別的呢 那麼究竟他們的 政治主張是怎樣的呢 如果大家去投票的 雖然都要看每一個候選人的 他們的一些政綱 但是如果大家想了解他們的黨本身 是有些什麼 一些意識形態的話呢 那麼今集就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的 那麼先講講就是 究竟今次的投票 覆蓋什麼範圍呢 那麼在這些新聞網站 例如我現在看的這個BBC 他們都會有一個叫做查詢器的 那麼大家只要輸入你的 Postcode 即是你家裡的郵政編碼 就可以看到你今次會不會有機會投票 那麼另外它也有一個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英國很多地方 都是有權去投票的 那麼主要有顏色的地方 那麼我自己今次就沒有關係啦 因為呢 我是住在倫敦的 倫敦有一片白色的 今次就是 沒有東西好投啦 沒有得行使投票權利 但是如果大家聽到這些地圖 或者像剛才的搜索器 輸入了你的郵政編碼 看到呢 這次選舉關你事 那麼你有機會投票啦 那麼即使不是也好呢 都不妨了解一下這個投票 這個英國的選舉是什麼一回事啦 那麼這次選舉呢 那這次選舉呢 就主要是 投票選出這些叫Local Council的Councilers 那麼為什麼要選Councilers呢 其實呢 英國呢 是行一個地方的管治制度呢 就是它每個地方有自己的Local Council 大家一定經常聽過這些字呀 申請什麼都要找一個Council的嘛 Council呢 就是由一些Councilers去 去run的 即是一個議會制的嘛 竟然全國國會都議會制啦 Local Council都是 由一個議會制的嘛 就是由一些民選出來的Councilers 去成為這個議會的成員啦 他們去做一些決策的 那所以 大家不要以為呢 就是好像香港那些 即是區議會那樣投票 就是看一下 搞那些這樣的什麼地區遊樂家連話啊 那些這樣的 不只是這樣的 很多地區的議題 包括究竟 收幾季的這個Council Tax 加幅是多少呀 地方的一些發展啊 即是規劃啊那些 都關事的 很重要的 所以在英國呢 這個 Local Council的選舉 那大家呢 如果想 選延 舉能啊 即是可以找到一些 自己認同的人呢 去做Councilers 記得就去投票啦 那究竟什麼人可以投票 投票本身是怎樣進行的呢 根據英國的一些 法例規定啊 那其實呢 投票的人啊 即是一些 你有權去投票的Voters 是什麼人呢 約18歲或以上啦 那而且呢 要是登記了地址 你住在英國啦 當然啦 那麼 第三個就是 你是呢 一個身份的 要是你就是英國的公民 British Citizen 這個大家不是啦 要是你Irish啦 那麼這個大家都不是啦 很有可能不是啦 我的聽眾和觀眾 那就是EU Citizen啦 如果你符合資格 你都可以啦 那麼大家應該都未必是 從這個途徑啦 那麼最後呢 就是一些eligible的 Common World Citizen 就是一些 英聯邦公民啦 那麼大家這個體運都沒有BNO 那麼為什麼BNO有權投票呢 最主要原因呢 我理解呢 就是因為這個 Common World Citizen 這個的身份啦 香港人呢 如果你是拿著BNO來英國的呢 你是屬於我們叫做 擁有英國的其中一種國民身份呢 就是英國 國民海外嘛 而這些英國國民海外的 BNO呢 本身就是屬於 Common World Citizen的類別的 那麼雖然他們不是 British Citizen 但是他是Common World 即是英聯邦的公民 那麼所以呢 只要你是屬於英國 都是有權去投票的 最重要就是 你不是法律上禁止去投票的人啦 那麼如果你符合資格的話呢 which is 很多香港 拿著BNO 來到英國的香港人呢 只要你成年的話呢 其實 你在這裡有一個住址的話呢 基本上你都符合這個資格的 而投票的做法呢 你要是呢 就最簡單啦 可以親身去票站的投票啦 那麼這跟香港一樣啦 但是你跟香港不同呢 就是 你是可以是郵寄去投票的 那麼如果你是選民呢 今次選舉有你的份呢 你應該已經收到一份表格 就是你可以投票 就可以by post 那麼另外最後呢 就是你可以找一個代理人 幫你投票的那個proxy 那麼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所知啦 很多人都是 譬如說他支持 舉個例子工黨的 那麼可能那個地方呢 工黨呢 會有一個proxy 一個代理人的 那麼通常你就可以將那份票呢 就交給他 由他去代理人的投票啦 那麼他就會行使你的權利啦 那麼當然當然是選一個 對的啦 就是你自己的工黨的 支持者找工黨的一個proxy啦 當然不一定的 但是通常呢 大家都會找回一些 支持政黨的一些人呢 去幫他們做一個proxy的 那麼 後兩者就是這個proxy 和這個郵寄呢 香港的政治上的選舉呢 就是沒有的 那麼有一些 的專 一些團體 譬如說什麼會計師 建築師的那些可能就會有啦 就是選他們的那些 工會的主席啦 但是 政治上的香港是沒有的 那麼英國這個日多了兩個 可能性給大家了 都幾個flexible的 如果大家 想新選投票的話 就記得看回啦 你可以查詢回 究竟你 投票的票站在哪裏啦 那麼走進去就可以了啦 以前呢 真的走進去呢 就完全不需要證明什麼的 那麼 上一次 很多香港人開始來之後啦 那次大選 就是這個2021年那次的選舉 其實不是大選 選舉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經歷過的啦 走進去 那麼票站呢 那些工作人員就叫你說啊 你什麼名字 住哪裡啊 來確定啊 你真的有權來這個投票 啊你這個票站啊 那麼他就給你進去投的啦 那麼不同香港不同的香港呢 又會拿出新聞證出來 那麼那個 票站工作人員來拿大間尺啦 在那份 印出來的那份東西 在那裡畫線啊 這個人投的票啦 這樣的嘛 英國沒有的啦 就是這樣的 傳統上 因此呢 就有了很多人啦 有一些的 聲音就說 那好像不太好啊 有機會被濫用啊 那些信訊也有的 即是有統計數字的 那麼原來呢 就是根據政府的數字 就是 2018年以來呢 就是有 1386宗呢 懷疑選舉舞弊去報警的 那麼最終是有9宗呢 是罪成 而有6宗呢 就是警察警戒的 那就是 Police Cautions啦 那麼 而這個選舉委員會呀 即是選舉事務處呀 英國的 Electoral Commission 就說呢 過去五年呢 看不到有明顯的一些 大型的舞弊呀 那些這樣的 那但是為什麼都要這樣做呢 就是始終都想 去保障回啦 盡量少一些舞弊啦 那但是這個做法呢 人家批評的 那麼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呢 現在呢 可接受的 這些證件呢 就是你入場呢 今次呢 投票呢 是要出事什麼證件呀 一些Photo ID 即是有你的樣子 可以對你的樣子 因為怕你拿了別人的證件嘛 如果沒有樣子那些 只有名字那些 那麼要有樣子的 包括什麼呢 護照是一種啦 另外就是駕駛執照 英國的車牌 即是我們俗稱車牌的駕駛執照 其實呢 是有樣子的 香港沒有的嘛 就是只有名字呀 那樣子而已 英國也是很詳細的 寫上住址 寫上你的名字 還有樣子呀 那樣子的 在這裏呢 就車牌都是接受的 另外如果你 皮特倫丹 你住在oyster card 搭車的 那六十歲以上那些 有張照的 那當然都是接受的 那另外就是一些 譬如說一些長者 或者是 一些 雙見人士 他們那些 巴士乘車證 都有照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樣子 甚至過期也可以 來日本護照過期也可以的 只要你跟那張照裡面 是相似的 就是你不會說 過了30年了 你已經是 就是 再進化了 就是樣子呢 是更加成熟了 更加呢 就是有 一個 男士可能就更加穩重 女士又可能更加有些 韻味啦 那樣子 太過韻味 太過成熟啦 那樣子幾十年前的照片呢 夾不到呢 那當然不行啦 要對到你的樣子才行的 那 但是這個做法呢 引來一些批評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不是那麼多人呢 是有這些這樣的 有想的ID的 可能大家都不太相信 不是吧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呢 對呀 香港人呢 可能是比較多人有的 因為香港的身份證有照片 英國沒有身份證這件事的嘛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拿身份證的 而原來統計呀 英國估計呀 英國有成二百萬人呢 是沒有這些photo ID的 首先英國有些人是一輩子都不出國的 所以他們是不需要護照的 英國有不少人是不出街旅遊的 不出國旅遊的 因為他們只是國內玩都玩得很開心啦 不需要出去玩啦 出去花錢多嘛 是不是 我們英國什麼都有啦 民風麥浮什麼 出去玩啦 另外有些人呢 沒有車牌的嘛 那他自然就不會有一個photo ID啦 是不是 甚至據聞有些很舊款的那些 車牌呢 是沒有照片啦 我不知真還是假 不過聽聞是有這種的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呢 都是會有些人是沒有一種這樣的photo ID的 若是這樣呢 是不是被迫要去到出個護照 或者出個車牌呢 出個車牌沒可能啦 你迫我考車牌 又要花錢 又不一定考到 那麼護照也是 護照也要付錢的嘛 那我不出國 有什麼需要呢 這樣 不用擔心 我說沒有這個情況的 在英國呢 就是因為因應這次的 2022年改法禮呢 就是需要有這個 相片的整身證文件呢 那又知道有些人沒有呢 所以推出了一張新的證明書 叫做Voter Authority Certificate VAC 這種 投票權利證明書呀 這個證明書呢 上面就會有一張照片的 可以證明你有投票權利 不過呢 申請的截止日期呢 已經過了啦 所以大家如果是沒有的 那就難搞一點啦 不過如果我相信各位呢 是拿著BNO來到英國的 朋友呢 應該你的BNO上面有相片的嘛 應該也可以的 雖然你BNO都可以過期都申請到的 相信段股都不會 幾十年前吧 所以大家的相片都不會跟 真人會相距太遠的 所以應該就OK的 這件事 當然有些人會批評啦 就是 說喂 其實 有些長者呀 雙件事他們不是那麼方便的 所以他們又不出街 所以他們沒有車牌 又沒有護照呀 因為這樣可能政府出了這個certificate 但是 也有些不方便 因為很多人習慣不帶 政見出街 那麼你為了選舉特意呢 去投票的東西帶 也不是那麼方便的 所以有些人會批評的 當然大家呢 如果真的有興趣投票的話 記得就帶回這些證明文件啦 最後想和大家談談的就是 趁機說這個話題就是英國的政治光譜啦 因為大家知道呢 可能聽過英國的政治呀 選舉呢 是主要有幾大黨去壟斷的 尤其是保守堂工黨 另外呢 這個自民黨呀 自由民主黨呢 都是 近年聲勢都不弱的 實際上它曾經都是一個大黨來的 近年呢 也都搶了很多 保守黨的席位 尤其是補選的時候 聲勢是大震的 那麼這次呢 這句話要和大家談談啦 就是 究竟這幾個黨他們 主要的政治立場有什麼不同呢 那麼如果大家 是想投票的時候 想由黨開始認識的時候呢 那麼就和大家談談談啦 我不是什麼政治專家 也不是讀政治的 那麼根據我理解說啦 如果有講錯的話 大家 希望多多包涵 還有可以在下面留言指證呀 尤其是如果各位 認識 很熟悉英國政治的 歡迎下面留言分享呀 這次我是拋磚引玉 和大家一起談談的 先說就是保守黨啦 這個呢 可以說英國歷史最悠久 而且是 一個最大政黨之一啦 也是現在英國國會 我們講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 的第一大黨呀 也都是 經常是到執政的 即是說他經常都是有這個 過半數啦 最大的議席啦 那麼他們呢 就是英文名字叫conservatives 實際上官方來講的名字叫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是保守於統一黨 通常大家叫他們保守黨的 conservatives而已 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另一個說法 叫Toris呀 托利黨什麼了啦 為什麼經常看報紙 有些Toris呀 上網看到本地人又 批評有些Toris 怎樣怎樣 原來呢 其實這個保守黨 它演化可以源自18世紀呀 那時候呢 英國國會有一派 叫Toris 另外一些叫Wicks Toris 就是可以說是保守黨的前身呀 所以呢 就有些人仍然是叫他做Toris的保守黨的 那麼 如果你看到報章雜誌電視 見到有人說Toris 那其實就即是說呢 現在的保守黨啦 那麼 據統計呀 其實呢 他們在過去的這個100年呀 有 即是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呢 都是執政黨來的 包括是 聯合執政 或者是單獨去執政的 那麼所以呢 是很厲害的 即是他們的時間很長的 那麼最近一次呢 比較長時間不在位呢 就是在 工黨呀 即是貝利亞 以及 白高敦呀 即是 Tony Brad 以及 這個 Gordon Brown 期間的工黨領導的 那段時間呢 那十年左右呢 是做不到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基本上呢 都是 近年 很多年 都是保守黨去執政的 這樣 那麼當然他也有試過是 聯合執政啦 那麼譬如說呢 在2010年之後呢 就跟自民黨呀 一會兒都會說的 就合組聯合政府啦 這樣 那原來又曾經跟這個北外的DUP 這個民主聯盟黨呢 是一起去到 組成一個 政府這樣的 那麼2019年 這個Boris Johnson 帶領著他們去到 即是保守黨大選 贏到近年最近的一個 的 的 幅度 即是去到365席 拿到超過半數 才可以再次單獨執政的 那麼這個 就是保守黨的少少歷史啦 保守黨其實究竟 為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很保守呢 其實真的呀 他們的政治主張是 可以說在社會方面 社會方面的議題上面 是比較保守的 那譬如說呢 一般來說這些社會政策上面呢 就被人覺得譬如說 他們對於這些 這些傳統上 對於LGBT呀 同性婚姻呀 這些呢 是比較相對保守一點點的 那麼當然啦 近年都一定會 現代化了啦 你不能夠再是孔童呀 反對同性婚姻呀 這樣的 但是傳統來說呢 有些人認為呢 這些社會保守主義 主導著這個政黨 令到他們呢 是 就是對於一些比較 新時代的 一些家庭結構 新時代的價值呢 是比較是 不是那麼支持的 這個就是 就是果然呢 他們真的有一點保守的 那譬如說當年啦 應該十年前啦 英國國會就通過 承認這個同性婚姻啦 那時候呢 就 揭了出來呢 就很多 的一些的保守黨人呢 其實包括他們的保守黨的一些 議員和高官呢 都是反對的 反對這個 承認同性婚姻的 但是港人已經是 二十一世紀啦 即是十年前 2013年 但是仍然有那麼多反對性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保守黨是比較保守的 真的呀 一如其名呀 傳統價值觀 他們是比較擁抱的 那麼另外一個 他們很出名的呢 當然就是一些經濟政策啦 他們是比較主張 是一些 的 叫做開放的市場啦 以及這個 自由的經濟的 那麼政府干預呢 他們通常是 會覺得比較少的 那麼所以呢 他們 當年啦 是都是把很多的國營的 一些 的事業 那些企業 是全部是私有化了 或者是倒閉了它 這樣子的 這個也是可以發現到 其實他們是主張 就是一些 一些比較自由的經濟啦 就不希望是由政府去主導的 那麼這個就是經濟政策方面啦 那麼另外呢 其實他們因為呢 是比較移歐的人比較多的 就是 這個保守黨 比較移歐派比較多的 那麼所以呢 他們是 不是那麼喜歡呢 是加入歐洲單一貨幣體系 都因為這樣 令到他們呢 是現在呢 是 即是因為保守黨主導啦 那麼 所以為什麼 令到一直呢 轉入歐盟的時候呢 也都沒有說因為這樣 是轉用了這個 歐元 啊 那麼 那麼 將英國的選擇呢 留了他自己有英鎊 就不會加入歐洲單一貨幣體系的 那麼所以這個原因呢 就是 亦都不廢除英鎊啦 那麼這個就是另一個特色 即是他們的經濟政策 另一個特色來的 而至於在一些 其他議題上面呢 那麼 例如在一些 生活上面的東西 他們通常呢 就比較認為是一些 保守黨是特別中產啦 有錢人一點的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一些 跟一些 生活比較富裕一點的 有關的 即是他們的政策 有些人覺得他比較離地一點的 例如之前 新衛城呢 他就 去改這個pension的政策 那就是令到一些 高收入人士呢 他們可以有多一點的 免稅的錢 是放進去他們的 私人的一些 退休金 養老金那裏 那裏 又是令人覺得說 又是那些 益的那些有錢佬啊 那些 還有他們常常都想減稅的 那自然又是呢 令人覺得就是 益的有錢啦 高收入人士啦 那麼他們 會被人覺得視為呢 是跟一些 叫中產 社會階層比較高的呢 是息息相關的 一些優等的 國民啊 會覺得是比較偏向那邊啦 對於低下階層 對於打工仔呢 就比較沒那麼照顧啦 那至於他們的 最大的死敵啦 也是一個 最大的對手 現在是最大的在野黨 就是工黨Labor Party啦 那麼Labor Party呢 玫瑰做代表的 通常用紅色的 相反呢 剛才說的保守黨呢 傳統說會用藍色去代表的 那麼 如果我們說保守黨是中間偏右啦 因為 都算中間不會極右啦 但是呢 是比較偏向右的 即是比較偏向 剛才說的市場經濟呀 那些保守主義一點啦 而工黨呢 就可以說中間偏左一點點啦 那麼他們的名字叫Labor啊 中文又叫工黨呢 大家都可以想到呢 跟工人階級比較大關係啦 傳統上呢 去到十九世紀後期呀 那麼開始越多呢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工人階級呢 開始參加 政治多了 去想嘗試參政呀 這樣啦 但是呢 那時候呢 都沒有正式有這個 工黨這個名字的 那麼去到十九世紀才開始慢慢成形呀 真是叫做比較多 即是打正的旗號呀 叫做工黨呀 這樣才可以叫有它的初言 或者出現了叫正式有這樣的工黨的名義呢 好像慢慢出現了這些這樣的 的名字啦 而他們事實上呢 因為呢 最初期他們起家呢 就是很多參 就是關注他們的公民權益呀 以及政治權利的那些工人階級呢 就想有人代表他們呀 但是傳統上政治都是一些 有權勢的人有錢的人玩的嘛 所以那些公民份子呢 開始進入政壇 很自然呢 就趨生了呢 就出現了工黨這類型的 很多不同 一開始有很多不同 小的一些 都是比較 支持 工人階級的一些政治組織 那樣的 一開始都不是說一個 大的工黨的 那麼 去到應該二十世紀初 一九零幾年的時候呢 才可以正式有工黨這個名字呀 Labor Party這個名字 出現了的 但是 他們繼續呢 都是 去到叫做是 支持和保障工人階級啦 那麼所以 就算即使到現在 他們很多的一些 他們的經費都是來自 他們屬下 或者支持他們的一些 工會 但是呢 其實 工黨近年呢 有些改變的 那麼 甚至出現了我們所謂的新工黨 所謂的第三條路線 新圖線是什麼來的呢 新圖線可以說呢 是由哪一個帶領 主導做出來的呢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貝里瓦啦 那麼 他當時呢就是 帶領著工黨 贏得一個 很漂亮的 贏得到國會裡面 多數的移植 所以成為近年呢 最下一次的工黨執政啦 這樣 那麼這個呢 就是九七年開始 開始他去到2010年呢 工黨執政了整十三年啦 那時呢 就是新工黨 這個這樣的 政策 或者是路線啦 其實是九四年上的時候呢 他們已經開始有 有些聲音傳出來呢 就說要了 那時都未贏得大選啦 那麼後來呢 去到競選宣言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一個 叫做新工黨競選宣言啦 就是要改革他們那種 以前被人覺得是 仍然很守舊呀 就是 仍然說勞工議題呀 勞工權益呀 不講經濟呀 不懂得搞經濟呀 工黨 好時的人說工黨不懂得搞經濟 對吧 只是怪假罷綱 只顧養懶人啦 那甚至呢 是將他黨章修改了 開始接納這個市場經濟啦 那而因為這些這樣的主張呢 大家相信呢 是令到工黨呢 不會再那麼令人覺得是 那麼 呃 不值得支持呀 那麼你都拉了多一些的保守黨支持者 呃 一些中產呀 一些會相對上多一些比較富裕小的家庭呢 一些 的國民都會支持他 令到他們是可以在九七年的時候呢 是贏得大選可以上台的 那麼這個就是 所以說近年呢 工黨已經蛻變了作為一個新工黨呢 就行一個第三條路線啦 那又不是左又不是右啦 就是稍為中間而偏左一點而已而已 那就不是說 以前那麼左 亦都不像保守黨那樣比較偏右的 一個 的叫做 政治的品牌 或者是一個政治的路線 那麼他的政治截害是什麼呢 他們呢 就說他們是要超越資本主義 也是超越社會主義的 那麼在政治的spectrum 在光譜上面呢 是令到他吸了 向右吸多一點的 那麼 那麼令到呢 用這個中間路線可以吸多一點選民 很常常呢 你可以說是一個選舉 推動的一個改革來的 那麼所以其實他們呢 最主要的一個改變的新工黨呢就是 他們接受自由市場呀 就是市場經濟的 那麼因為他們覺得呢 可以借由這些資本主義去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 那麼 即是社會主義大家知道就是對於 那個叫做資源的分配 Distribution Justice 就是分配公義上面呢 是跟這個 右派幾不同的 那麼但是呢 新工黨認為呢 即使我們擁抱資本主義 其實都可以達到我們社會主義的一些目的 就令到呢 我們有方法呢 是可以保障低下階層 和消費者的權利 是不一定會被資本家剝削 那樣 可以令到呢 社會目標又達到 同時又不會喪失效率的 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呢 總算大家覺得就是說 由工黨這些政黨執政呢 他們 因為很著重工人權力呀 那些的那樣 很多是國營啦 福利嘛 那就令到沒有效率啦 經常都批評 你私有化才有效率的嘛 那些 一些公共服務 那麼他們覺得呢 是可以兩者兼得的呀 喇 乙紅掌 那麼這個就是他們經濟學方面的一些 的看法啦 另外當然福利上面呢 他們會主張是比較多福利的 保障一些有需人士呢 是比較比保守黨來說是偏向側重得更加多的 那麼當然他也是會是對於 社會的正義呢 是要求 是很著重啦 那就是希望呢 是會有一個 平等機會呀 因為傳統上大家會覺得就是保守黨呢 都是一些叫做 是特權階級呢 他們比較 重視呀 譬如說一些 讀名校出身啦 才可以做到他們的政客啦 那麼 但是工黨呢 就會比較傾向呢 就是 機會均等呀 人人都可以成為精英階層的 那麼 希望給予平等的 政治經濟的權利呀 以及公民權利呀 那麼 平等分配的機會呀 這樣 但是他們不是表示呢 要供大家產呀 大家不需要擔心呀 不是在 有錢人那裏拿錢回來呀 這個就是很多人傳統上批評社會主義呀 甚至共產主義是不是就是這樣呀 不是的呀 就是工黨雖然他們 都是強調社會 政治主義的一路以來呀 但是呢 更加強調呢 就是一個正義呀 就是 就是 即使你機會平等 就不是表示呢 是 在有錢人那裏搶錢回來呀 那麼這個就是個所謂新工黨第三條路線呢 他們的說法 那麼當然啦 他們現在作為一個 我們叫做在野黨啦 所以其他人來說呢 他們什麼都 反對的啦 在 執政黨講的什麼呢 他們都反對的 那麼所以呢 都不是完全看政策的 坦白說 不是完全看理念的 那麼最後呢就想說說這個 自民黨呀 Liberal Democrats呀 這班人呢 其實他們歷史很悠久的啦 如果說政治上面呢 他們可以說是 源自最早期的Wix呀 W-H-I-G-X呀 是一個很悠久的一派系呀 在國會裏面 那麼在政治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光譜上面呢 他們屬於中間至中間偏左一點的 即是他們 不會好像保守黨 去那麼幼 但是都沒有工黨那麼左 在中間就想吃光兩家茶禮 這樣的 那麼有一點偏左啦 某些地方啦 那麼就 不會好像保守黨 被人覺得是那麼保守主義 那麼在那些 在那些議題上面呢 譬如說在 同志平權呀 這些方面呢 他們都是比較歡迎的 那麼所以呢 就是可以說是 比較 比較 受一些 新派一些 還有一些中產的支持的 例如他們的其中一個根據地 他們現在的 渣烈人 這個Ed Davie 就是國議員 本身他就是來 Kingston And Serbiton 這個倫敦西南 的選區選出來的 那麼事實上呢 在 Richmond 和Kingston 這兩個倫敦西南的 一個 一個 Local authorities 都是 由他們 主導的一些 Councils Councils 是比較多 屬於這個自民黨 那麼可以說呢 在倫敦西南 是他們的根據地 而這些地方呢 傳統上也是倫敦 一些比較中產的 高手入一點的人士 居住的一些地方來的 那麼難怪呢 有些人覺得 這個Liberal Democrat 就是中產黨啦 不是共產黨 是中產黨啦 那麼 那麼事實上他們的根據地 或者他們比較活躍呢 都是屬於這個 這些中產為主啦 這些這樣的社區的 那麼他們呢 是中間 至中間偏左啦 那麼剛才說呢 他們有一點吃兩邊的 那麼事實上真的是 那麼例如說呢 他們呢 就是支持這個資源 和財富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那麼但是呢 又不代表說呢 他們呢 是說主張是 中央政府呢 是集權高度集權的 那麼已經 是想是 不是說由政府去分配 那麼採取那麼多的主導角色 去分配資源的 反而是 希望呢 會平衡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他們贊成 累進的稅率啊 這些啦 但是同時呢 他們又會希望呢 是多些 公民權利啦 那麼還有呢 就是 就是少一點那種那樣的 高度集中的經濟啊 那些那樣的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是吃光兩邊的 即是他們 屬於中間兩邊都兼 擁有一些那樣的 一些政治主張和特色的 在 對外來說呢 他們支持 留歐的話 他們是比較親歐的 應該這麼說 不要說支持留歐 他們比較親歐的 那麼這個都是跟 剛才說保守黨 是會有一點不同的 保守黨是 比較多疑歐派的 那麼這個就是 可以說是自民黨的 特色 那麼以上呢 就是和大家呢 做了一個簡單的分享啦 我的理解呀 英國的 其中三個主要政黨 他們的政治取態呀 政治意識呀 那樣也都和大家分享了 來近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要留意的地方啦 還有為什麼 各位BNO 都會有權去投票呢 那麼希望呢 大家會喜歡以上的分享 那麼再提一提啦 如果未訂閱我頻道的 請記得按訂閱那個按鈕 按鈕鈕 一有新片就馬上通知你的啦 那麼除了影片之外呢 我的節目在 各大手機的podcast 軟件都可以找到聲音版的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除了自己訂閱呢 都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麼多謝大家今次的收藏收聽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啦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